路口監視器拍到 大型水車正準備要經過路口 左側卻突然衝出一輛機車 這時駕駛根本閃避波及 整輛車往右偏 撞上路邊電桿後 右車輪還翹了起來 往左翻腹 整整一圈半 水車由南往北 那一部機車由西往東 發生了差狀 事故現場亂七八糟 電桿被撞斷 水車零件四散 車頭扭曲變形 板筋更是搖搖欲墜 就連輪軸也被撞到歪歪斜斜 因煞車翻腹造成交通的勇塞 那索性兩方都只有受到輕傷 這起水車翻腹以外 就發生在跨年夜 屏東沿浦外環道 由於四線道設計的又寬又直 導致這個路口超速 又或是闖紅燈的事故不斷 加上大半夜 騎士在穿越馬路時 沒有注意到橫向車況 才會釀成事故 騎士它是閃紅燈 它會注意外環道的車輛 急死而來 水灌車為了閃避它 不勝反覆 雖然事故現場一團亂 但幸好駕駛跟騎士 都只有受到輕傷 只不過因為水車又大又重 還得出動兩輛脫掉車 好不容易才將水車翻正 不至於影響重要的 連外道路交通 記者 張仲華 張醒 屏東報導 好棒兒 大家好